中国国民党黄复兴黄荣华支党部从13乡镇 六个区党部足集成级领选出了27位的模范父亲 因为疫情关系没有办法同一集会举办模范父亲表演活动 改采由主委原宪制带领着常委各区主任 部主任还有小组长 以及志工干部到13乡镇的当选模范父亲家中 送上祝福和礼品 国民党黄复兴黄荣华支党部从13个乡镇 六个区党部足集成红领选一共选出了27位的模范父亲 因为疫情无法统一集会举办模范父亲的表扬活动 改由主委原宪制带领常委各区主任 副主任与小组长以上志工干部 到13个乡镇当选的模范父亲家中送上祝福以及礼品 在500位党员之中领选一位当选 所以今年的当选仍有27元 黄荣华支党部执行长表示 黄荣华支党部从8月5号开始到8号 从花莲县南区的布里乡开始由南向北依序表扬 预定8号的父亲节当天完成所有当选的爸爸表扬 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 这些当选的党员都是长期为党务工作辛劳 同时教育子女有成 他们是公在党国 在我们在很严谨的筛选中 他们能够脱颖而出 非常的恭喜这所有的27位当选的同志 原宪制说这一次当选的爸爸都是长期为党员不务 并且子女教育有成 不论是对党务工作或是家庭都有卓越的贡献 记者高双双玉璃震采访报道